半夜老婆要生真的是好着急啊 来看到苗栗县南庄乡一位丰姓居民 回东河的老家玩 但没想到老婆深夜洋水破了 急忙再出药就医 幸好呢在南庄市区遇到了巡逻的警车来求助 那么警车赶紧帮忙开到 15分钟内就赶到了医院 5分钟之后这小女娃是顺利的出生 开心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娃 年轻的丰姓夫妻感谢南庄警方协助 让比预产期提早一个礼拜出生的小女婴 可以迅速在15分钟内 从南庄山区到头粪市区医院 就跟朋友聊天聊到12点钟 老婆就破水 其实刚好一到警察 我就拦警察就要帮我开路这样 第一态是疹痛 第二态是破水就比较怕 对啊 怕来不及 小女娃提早报道 把回东河老家的爸妈们 吓了一跳 半夜洋水破 深夜一点多 急忙从东河开车赶路 幸好在市区 遇上南庄巡逻远警帮忙开到 在警车引导下 节省至少半小时车程的时间 抵达医院急诊室 驾驶摇下车窗向警方表示 其期洋水突然破裂 极加分娩 希望紧张协助开到 远警立即开启警示灯 并沿途鸣放警笛 成功于15分钟内赶抵医院 妇科医生也紧急赶赴医院 小女娃到院后五分钟 就顺利出身 因为她第二胎了 所以她生产会比较快 等到来我们这里的时候 一上产台 宝宝就出来了 宝宝状况很好 然后再看妈妈 然后妈妈状况也不错 就把胎盘弄出来 然后把伤口封一封 医院送上关怀礼 众人欢喜迎接新生命来到 幸好有玻璃室大人全力相助 让妈妈和小女娃都健康平安 不过警方还是提醒 民众如遇身体不适 应该立即打电话 向119人员群求协助 把握黄金救护时间 感谢